今天我使用的相机是尼康的Z7 搭配的镜头是28400 瞅瞅这尴尬的遮光照 太寒着了 今天的计划是拍摄一段岩石 前面是世贸中心的楼 然后太阳会从这个角落下去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从楼的中间会反射出一些小光刺 然后期待今天在这个位置会滑下彗星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 那么当前的参数是F8 ISO100 快门是1%320秒 这个镜头它的F8的光圈 会相比较来讲要好一点 所以我打算用一个景深稍微大一点的光圈来拍摄 当然我也没敢用十一 我怕这个夜晚的时候光线太暗 会把快门拉得太长 那么我特地找了一个前景带这个栏杆的 这个栏杆是应该是一个码头 然后它拆掉了通向码头的步道 现在只留住了前面的一小径 在这个逆光下看上去波光淋淋的还挺好看的 这会儿这个屏幕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这种逆光的时候这种小光般会特别的好看 太阳会从这些楼的缝隙当中照过来光 前面当然它可能就会是这种显影的效果了 我并不是特别介意 但是呢这个太阳的这个光芒呢 我希望能够把它捕捉出来这种很橙色 很有暖色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片前面的这片楼吧 其实比较特殊 类似于经济试用房那种 所以它整个的设计呢就特别的黑 是那种深棕色的 拍出来不是特别的好看 那么我在选这个景的时候 其实我在家里边选这个景的时候 我并不是选择这个位置 而是选择刚才我路过的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的最大问题 我在电脑里边去做计划的时候 就发现它前面呢全是水面光秃秃的 感觉太空了 因为看这个河面上很少有船经过 那这个就会导致我这个画面 大多数时间都是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后来呢我就在地图上 又找了现在的这个位置 说早点过来来看看这个位置的效果 怎么样果不其然 我觉得在实际现场去看到 也赞成我自己的这个想法 就是有一点前景 可能会给这个画面增添一点点的效果 因为本来远景就是这个剪影的了 结果我这个前景还是黑布隆东一片 啥也没有 确实是有点太秃了 今天来聊聊如何在城市当中寻找机位 这也是之前有小伙伴给我留言问我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平时都是在城市里拍摄嘛 我确实其实也没什么秘诀 我平时找机位就是徒步溜达 比如今天我计划来这个位置拍 然后我会提前一个小时就到 然后会到周围转一转 看看周围没去过那些地方有没有更好看的场景 这样下回我就可以直接去那边拍了 因为全都是计划的话 我最近发现好像点没意思了 每天都算好一个地儿 然后看别人都拍什么 我其实机位这俩字对我来讲 其实稍微的会有那么一点反感吧 我不介意去分享我拍过的地方 但是我会比较刻意的避免去看网上所谓的 什么几个机位的去分享 逼大卡的都是什么什么机位 在网上去发这种内容我很少去看 拍出来最后大家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现在无非就是那几种拍摄的方法 特别是有了巧设这样的软件之后 让我们这种计划的拍摄会越来越方便 这是个好事 我也沉迷过一段时间 就是去看月亮太阳落下的方位 然后去拍摄 但是说实话时间长了 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东西 少了点惊喜 或者说少了一点摄影的那种原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今天出的一趟 刚好拍到一些比较不错的照片 自己特别开心回家了 这种感觉在这种过于计划的拍摄当中就没有了 所以我会觉得少了点味 后来差不多这半年吧 我基本上没有过多的去计划过特别仔细的拍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两种方法都采取吧 有的时候计划 有的时候随机交替着来也蛮有意思的 总之就是哪一种拍的烦了就拍另外一种 我觉得还是要更多元化发展一点 因为摄影嘛 其实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东西 当技术到达一个层面的时候呢 剩下的就是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可能一开始大家比较关注于在技术上面的提高 但是后面其实关注更多的是它的可玩性 为什么我不爱玩这个计划车影子呢 计划了半天 挺新高排列的 背着东西然后到这了 满怀期待 然后希望今天能够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片子 但是后来发现满舶那么回事 根本啥也没有 所以就会特别的失望 所以当期望越大的时候失望就会越大 所以时间长了呢 老失望的话 这个就有特别大打击 心理上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为了让自己不再受到这类影响 能够开心的玩的一个摄影吧 所以我决定还是就是不要过多的计划了 偶尔会看一下 比如近期比较流行这个彗星 我也想看看啥样的这个彗星长的 对吧 所以呢我会稍微的计划一下 但是大体上在近期我几乎就不再做特别详尽的计划了 现在已经是6点18分了 这个彗星应该已经入化了 但是现在天还是太亮了 完全没有看见 感觉今天悬了 因为7点的话就落下去 看不到了 现在已经6点35了 天还是很亮 肯定明天有戏 明天有戏 期待一下明天吧 还是 它会比今天晚10分钟 我觉得可能可能会好一点 每次我到了一个地方 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会观察一下周围 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今天我发现这个角度看上去也挺好看的 那么我就会想着下一次 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 再来到这个位置 来取一个其他角度的景 或者是换个焦段来拍 这个地方 真的有 哇 这曝光得稍微的再压暗一点 终于拍到了 这可能是我第四天拍摄归星 美 太开心了 昨天就稍微的早了 那么十分钟 太亮了就看不到 今天这个时间刚刚好 实际上这个位置不是特别的完美 但是如果带上周围的环境的话 我觉得效果还可以 刚好从这两个建筑之间滑下来 咱们家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